距離上張專輯已經一年的 BLACKPINK 遲遲不回歸可是讓粉絲們都好著急 從今年初說可能會回歸 到傳聞的三月底發新專輯 都讓粉絲期待落空 直到前幾天 JENNY直播和團員們一起出現在錄音室 大家又開始猜測 這次應該是真的在錄新歌了吧 根據還沒報導 BLACKPINK 確定將於 6 月回歸 目前錄音工作已經告一段落 5 月拍攝完 MV 後 預計會在 6 月初至 6 月中旬回歸 同樣會在 6 月回歸的還有大事女團 TWICE 勢必會是很激烈的對決 不過也有網友質疑YG根本就是故意強撞對手的 從去年底就傳出要回歸 卻等到 TWICE 確定日傳後才接著公布 前一次回歸也是延期後搶碰防彈 幾乎每次都這樣巧合尬上大事團 讓其他家粉絲難免有些不滿 只能說公司的操作到底在想什麼 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 就說對手也有一個好一種 對手也有一個好一種 真的沒有人能理解的啊 對手也有運氣 你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 你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